我们常听过这样的话 基督徒朋友常叫我向神祷告 但我祷告了半天 却什么事也没发生 事情也毫无改善 为什么我祷告没用 基督徒却常说祷告有用呢 祷告真的有用吗 如果有 怎么祷告才会有效 祷告的真实意义 乃是向神呼吸 与神交通往来 把神吸取并享受进来 所以祷告不必装甲 不必自作 只要简单告诉神 而且祷告最重要的 还不是求什么 而是得到神自己 也让神更多得到你 当我们多一点享受神自己 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面祷告 也的确有一些讲究 一 是否有拦阻神祝福我们的因素 祷告没有得答应 首先和我们个人的情形有关 如果我们犯了罪 或者有不适合的言语 行为 念头和态度 或者是对神对人 有消极的感觉 都可能拦阻神的祝福 不能临到我们 我们需要求主 用他的保血遮盖我们 这样 祷告才能得以成就 二 是否忘求 雅各书说 你们没有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无所得 是因为你们忘求 我要耗费在你们的厌乐中 如果我们忘求 求我们不该得的 或者求神所不喜悦的 特别是那些会耗费我们这个人的 我们将一无所得 三 是否凭着信 祷告要凭着信心求 主耶稣亲口告诉门徒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在你们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四 是否在灵里 祷告也必须在正确的范围里 约翰福音说 神是灵 敬拜祂的 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当我们安静下来 回到全人的最深处 真诚的来寻找神 我们就能被点活 并且来祷告神 五 是否坚定持续 如果我们旅行各种条件了 但祷告仍迟迟没有成就 该怎么办呢 祷告不可灰心 要坚定持续地禅谋主 有时候主没有立刻做事 是要训练我们 依赖他 信靠他 直到祷告成为我们日常的习惯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了 主耶稣是活的神 如果我们能听主的话 把主权交托给他 神必然在适当的时候 为我们成就一切 祷告成为我们来自找恒物 三切 二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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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切 二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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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切